一年一度的台北電玩展 在今天盛大開幕了 今年台灣鎖魚電玩娛樂 帶來超強製作人陣容 以及全場最多未上市遊戲 試玩體驗區 讓台灣玩家享受 全球最新的遊戲資訊 今年2015年 我們SC進一步加強 投入很多很多新的軟體大作 希望大家能夠期待我們PlayStation 今年的我們台北電玩展的 PlayStation單位 最重要的是 有100台以上的試玩台 我們準備很多還沒發售的 發售之前的遊戲試玩 所以一定要來到我們的單位要玩 然後我們的舞台活動 也有很豐富 有很厲害的很有名的製作人 要來到PlayStation單位 所以希望很多玩家 所有的玩家一定要來到我們的單位 而今年首度參展的台灣 《萬大男朋友遊戲》 也與SCEP合作 帶來精彩的展出內容 一開展就邀請到刀劍神域 Lost Song 執著人 二劍陰界與本作主題曲 演唱歌手 藍井愛露到場站台 藍井愛露更是現場直接現場兩首 《刀劍神域》經典的主題曲 《刀劍神域》將戰鬥從地面站拉至空中領域 玩家可以隨意飛行進行戰鬥 遊戲也將支援多人連線合作模式 並將人數增加到最多三人組隊遊玩 本次除了同仁也將能操作其他角色進行戰鬥 時空幻境熱情傳奇 製作人馬場英雄今天也現身會場 由製作人公布時空幻境20周年遊戲中 將收錄的特別內容 現場更公布了一系列最新的DLC計畫 而現前舉辦的Tales of 系列20周年紀念卡拉OK大賽 也在今日由製作人的評審下圓滿熱鬧 《活躍忍者極風傳》 《終極風暴4》 總監督松山陽與製作人佐佐目西界 也到了萬代南風宮活動舞台 除了一聲九喇叭造型帥氣登場之外 也DEMO 一段牽手逐漸對場與製作般的華麗對決 製作人強調 本作主打臨場感 在QTE的設計上更加直覺 像是預告中那種尾獸戰的大場面 也只有在PS4主機上才能完整呈現 電玩展期間索尼電腦娛樂與台灣萬代南風宮遊戲 將帶來更多精彩的舞台活動 以及製作人來談分享最新的遊戲情報 玩家們也務必鎖定我們電玩宅配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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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